持續的來追蹤這個笑死梗圖 是不是霸凌國民呢 楊成林的海鮮書啊 這個政府帶頭霸凌 真的是如此嗎 是不是還有很多的內幕 沒有公開透明呢 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幫大家關注 只是我們先看左上角的這個圖 楊成林他因為上了大陸的節目 有分享他小時候 因為要還債 家裡面比較貧窮 所以呢原話是 他認為在那個時候 在台北吃海鮮是相當奢侈的 結果呢各自被拿來操作 那不論是綠營內部 還是說政府帶頭霸凌 因為這個部分就可以看到 這個笑死的梗圖啊 是內政部的小邊PO的 那他暗酸的在最後一條說 笑死海鮮怎麼會奢侈吃不起呢 這個部分也讓很多的網友炮轟說 政府的網頁竟然是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啊 那再拿這個小編的梗圖來去問 內政部長徐國勇 結果徐國勇是說了 他停小編 因為這一篇大家看仔細喔 是在反詐騙 可是我不解的是海鮮說跟詐騙又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楊成林的這一席海鮮說 有讓你受騙上當嗎 所以呢大家就在質疑說各個部門的小編啊 好像都成為編制內的網軍了 對此前國民黨的文傳會副主委 毛家慶又是怎麼看的 但你一起來聽 我們一個年輕的女星 連上節目去講話 講出她童年的一個悲慘的回憶的狀況 國家跟大家這個政府官員不但不 既以同情然後也去鼓勵說 那大家真的要學楊成林這種 他還可以在逆境中求生存 還去幫家裡頭背債務的這種狀況 我們不但不給予真正的同情或是支持 我們還用國家的力量去修理一個女藝人 這真的笑死啊 笑死了 我們竟然有一個內政部長吃姑婆玉啊 好漢不提姑婆勇 但是你今天講到徐國勇這個人 大家都有氣啊 治安這麼差 你還笑死 你去死 你不是笑死 你今天把大家害得這麼慘 詐騙集團在蔡英文總統宣稱經濟20年來最好的當下 年輕人被帶去柬埔塞麥赫勝沒有問題嗎 笑死了 我們竟然會有這種人當內政部長 而蔡英文沒有別人可以替換 而蘇貞昌還縱容這種人 在他的內閣裡面讓大家笑死 這個執政黨是應該被唾棄的 今天所有的人 你今天如果不是 你否認不了民進黨在搞我剛剛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你是否認不了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想像 民進黨是什麼樣的心態 跟什麼樣的腦袋裡面被穿了制服 被一樣要相信政黨 相信政府 相信黨的那個政治符咒 你難道真的燒成灰 化在熱水裡面三餐飯後喝一杯嗎 你怎麼會能夠愚昧 跟能夠欺負人到這個程度 而我們到底欠民進黨什麼 民進黨吃銅吃鐵 拿刀叉吃人肉 到今天還要你一句話就要被修理成這樣子 你還告訴我們說你沒有在搞數位中介 數位中介服務法嗎 你還告訴我你們這些唐鳳跟徐國勇 這些高高在上帶著綠腦袋來統治百姓的這些噁心的官員 你們不是在搞權力世襲嗎 要反詐騙但是卻笑死被詐騙的人 這個真的好笑嗎 大家會不會覺得被嘲諷了呢 另外來關注到的是台北市長選戰白熱化 但是我們就要來聚焦在陳時中的進辦 因為徐巧新議員公布了他裡面發現有很多的正 政二代這個部分現在就要來抓內鬼了 因為根據了解陳時中的團隊說 這一份是粗稿 也就是擁有的人只會是特定人士 而且是少部分的 再加上徐巧新拿的只有影印本 並沒有檔案 所以根據了解拿到的人是翻拍給徐巧新 讓他來爆料 所以這個就是內鬥嗎 內部的爭議嗎 有一些綠營的人是不是不想讓陳時中選上呢 那根據陳時中團隊的幹部表示 現在已經鎖定特定的人士了 但我們現在還要來討論的是陳時中的人設 最近好像頻頻出包 講萬安話就說的很酸 他認為陳時中可能一直在改變他的人設 但是循循秘密就是找不到那對的方向 而昨天在一場羽球公益賽開幕活動上面 罕見的四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同台現身 包含像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以及三位參選人黃珊珊 蔣萬安 還有陳時中首度的同台 可是在這邊還可以看到陳時中 在跳操的時候 直接四缺一不見陳時中的身影 時事評論員謝寒冰就說 陳時中不斷地改變自己的人設 恐怕會流失年輕選票 我們也請前面的阿中部長簡單的幫我們 跟大家打聲招呼 出席與您有約公益賽 三位台的市長參選人跟柯文哲 首度同台同框 如此難得一件場合互相致意合影 卻沒有太多互動 但是在跳暖身操橋段 只剩下柯文哲 黃珊珊 跟蔣萬安 怎麼陳時中不見了 提前離席 過去兩年多 她的形象是清明活潑的 難道陳時中的人設又變了嗎 對手蔣萬安一早才酸說 陳時中的人設必來變去沒有方向 下午就印證了陳時中的不知取向 人設崩壞 人設的轉換 讓他已經迷迷糊糊 所以乾脆就離開了四人同台的一個場合 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陳時中 是不是陳時中跟他的團隊 在整個人設崩壞裡面 去尋找下一個陳時中的人設 陳時中這個人基本上 看起來就像個傀儡一樣 還是他是唐鳳元宇宙裡頭的一份子 他根本就不是陳時中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所以你這樣子不斷地改變自己的人設 這樣真的能夠爭取到年輕選票嗎 我覺得只是讓年輕人更看出 陳時中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草包 就怕陳時中變成陳傳中 西看陳時中所設立的人設 從登上GQ的雜誌 展現鐵漢柔情形象 到落袍指揮官 甚至為了搶攻同志選票 衝進gate bar 只不過在政策宣傳片變成性騷擾片 網友還登他頭像合成電影熔爐 陳時中的競選總幹事吳思瑤 還去刑事警察局報案 還有網友在陳時中的推特底下 詢問高端效力 卻遭到封鎖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陳時中 所以到他的社群留言就被封鎖 所以這就是我剛講的 不管是大家想要瞭解高端疫苗的效力 或者是之前疫苗採購的過程 或者是陳時中對於他競選團隊 竟然被公開而棄的跳 這就是他的公開透明 不需要用謊言一概的掩飾相關的真相 從民進黨挺成人中輕蔑姓平 到小英正二代艦隊 影響到成人中的選情 似乎是出現破口 讓民眾不禁質疑說 阿中部長人設是爆紅 還是適合當網紅 介紹中理家與台北報導 就怕變陳傳中啊 所以台北市長選戰 大家都要掌握話語權還有聲量嘛 這個撒喀都原本最希望是在這撒喀都 分之一的是誰呢 就是林佳龍了 但是黨並沒有希望他來選台北市長 所以他現在來選的是新北市的市長 之前還不斷的口誤 談到台北 就讓大家想說 你到底是不是跟陳時中 還有一些心結所在呢 這個部分就可以看到林佳龍 因為隸屬正國會 一度跟英系派系在抗衡當中 要爭取台北市長的初選 甚至呢出選的時候也暗酸陳時中 不顧疫情就跑去選舉了 說陳時中仇恨值最高 難道綠營還要推派這樣的人出來選嗎 接下來就要來觀察陳時中的態度啦 因為其實陳時中的團隊 大家都希望團結一致 一起來打好雙北的選戰嘛 那陳時中的團隊就希望跟林佳龍的進辦 來出席一些公開的活動 但是呢消息丟過去給林佳龍 林佳龍的團隊已讀不回 但現在新北市的選情比較冷一點 因為根據很多民調顯示 林佳龍還有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的民調數字懸殊的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這個部分林佳龍的陣營主動抛同台的議題 就是希望跟陳時中 林佳龍兩個人同台現身 一起拉抬整個綠營雙北市的選情 但是呢在陳時中 進辦團隊也有做一些內部的分析喔 也就是大家講台北市 撒喀都嘛 戰況很激烈 但到底是陳時中 黃珊珊 蔣萬安 誰會被棄保呢 內部就有分析說 觀察到黃珊珊的聲量啊 跟蔣萬安不相上下 確定黃珊珊是有帶動議題的能力的 還說他認為黃珊珊的爆發力 是比蔣萬安來得更好 這個是陳時中團隊的說法 只是在現在黃珊珊 被翻出了一張 2016年當時立委的選舉文宣喔 有蔡英文總統大力的背書 瞬間被抹綠了嗎 蔣萬安 陳時中還有黃珊珊 在昨天的時候罕見同台現身活動 可是在這活動裡啊 陳時中只跟蔣萬安握手 完全無視了黃珊珊 攤犯阿姨超激動 手不停揮舞 在蔣萬安身旁大喊動算 蔣萬安指導綠營票倉 北投市場掃街 一結束直奔北市羽球公益賽 今天可以跟黃珊珊或陳雲中 你要跟誰PK 我可以跟任何人PK 你今天可以一打二嗎 我可以一打二嗎 我很多都可以一打十 才剛走進體育館 煙笑味十足 因為藍綠白參選人罕見同框 陳一帆 陳顧問 陳時中到場 卻只跟蔣萬安握手 刻意閃過黃珊珊 似乎因為二零一六年 黃珊珊立委選舉期間 跟蔡總統合作的照片曝光 文宣上還印上蔡英文請你支持 再加上綠營爆料 她曾找選新竹的沈慧紅當副市長 難道是怕引發棄堡效應 瓜分綠選票 我覺得兩個黨只剩下這個戰略的嘛 一個黨說投給黃珊珊 就是投給陳時中 一個黨又說投給黃珊珊 就是投給蔣萬安 遭藍綠夾殺 黃珊珊無奈 蔣萬安則是在轟陳時中團隊 陳時中反擊力道加強 是不是一連串爭議掉分心急了 所以表示這些政二代一個一個 無一不都是個草包 所以草包大集合 然後集合出陳時中這個草包中的霸主 他現在集的是什麼呢 一方面他安排這些人士在裡頭 整個曝光了 那第二個就是 這一些草包集中在他這個地方 那他又推也推不掉 老實講陳時中也是千百個不願意 你以為他也喜歡這些草包在這裡頭嗎 北市長薩喀都站翻 三人同場處處微妙玄機 猛挖牆腳拼高下作對廝殺 記者張正銘 王志恆 台北採訪報導 問問大家 你知道這一次要參選台北市長的參選人 是有多少人嗎 在聊天室裡面 趕快 及時的來跟小畢互動 我先公佈答案好了 可能會跌破你的眼鏡 因為有高達12個人 要來參選是創下了紀錄 但是記者實際街頭採訪發現 多數的台北選民 其實不知道12個人裡面到底有誰 以為只有 歐斯卡都馬 陳時中 蔣萬安 黃珊珊 甚至放眼雙北市的參選人 竟然發現顏值高 也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了 到底是選年輕會做事的 還是顏值會幫參選人加分呢 來帶您街頭至極 年輕選戰進入白熱化 那在台北市這裡有高達12位的參選人 登記參選是史上最高 不過民眾都知道這12位參選人分別是誰嗎 有幾個 你知道嗎 其實我只知道3個 哪3個 黃珊珊 陳時中 蔣萬 我猜有6個 不知道 公佈答案 公佈答案是幾個 12個 這麼多 今天有12個 對 今天是史上最多 有這麼多人要送頭是不是 那你們會覺得說 有12個人要登記參選 會影響到選情嗎 不會 白色我覺得沒機會 我覺得還是藍綠大戰 6個 哪6個 哪6個 欸 黃珊珊嘛 然後還有 等一下喔 好 我叫不出來 我一直開始叫不出來 喔 陳時中嗎 陳時中 陳時中 然後還有誰 國民黨的是那個 蔣萬 12個 12個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黃珊 陳時中 還有一個是誰啊 有點忘記了 喔 對 蔣萬安 對不對 不過 其實今年登記參選的有12個 12個 有12個 那麼多 比較知道是蔣萬安 跟 跟黃珊珊 還有那個 陳時中部長 三個比較競爭 還是 查卡都比較 比較那個 對 其他的我就覺得 應該比較沒有希望吧 好像7個至8個喔 也許 後來會被有氣薄 也不一定 今年其實除了北市長 參選人高達12位 受到網路上面 或是大家的討論以外呢 其實有一些市議員 參選人的高顏值 也成為大家討論的對象 只不過真的會因為他們的超高 顏值而把選票投給他們嗎 我是覺得不會 我覺得 如果說看臉的話是 大家大部分都是看臉 但是我覺得首要比較重要的是 政見吧 因為看臉是其次 不會啦 是他們會不會做事 比較愛護人民的 然後有很好的政見的 我是覺得 當選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這個關係到整個人民的那個 幸福指數喔 不是光看外表就可以了 我真的不會看顏值 還是要看做事的能力 有些人會吧 我是 有些人應該也會看顏值 我覺得綜合耶 就是 也有可能 如果說就是 其他人的政見沒怎麼樣 應該就是用這個來選 對 就是還是先看他的政見 那你會比較偏向投給可能年輕人嗎 呃 其實也不會 年輕也不是全部啦 也要看他有沒有鬧子 對 也要看他 他有沒有一些主見 我們剛剛做的街坊 民眾是覺得說 台北市應該還是會呈現 撒卡都的情況 那參選人的政見 會比顏值來的更為重要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冒冒水 放通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